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群山之间还有无数炙手可热的人间圣地 道成亚丁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成县 是很多人心中的净土 我们远方的家设置组就曾在2019年初夏 到访过这最后的香巴拉 远方的家设置组这一站来到的是 道成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内坐落着三座雪山 分别是仙乃日央麦永和夏诺多吉 那么这三座雪山不仅仅是地质造山运动 和冰川运动的结果 更是藏族人民心中的雪域神山 只不过我们设置组到来的季节 刚好是这里的雨季 而现在又是清晨 因此连连的群山就隐藏在了厚厚的云雾当中了 清晨时的亚丁山谷云雾盘石松枝低萃 太阳慢慢升起 被雾气笼罩了一整晚的山谷逐渐苏醒 云影投射在密林上 高海拔的山峰显露出了真容 向导伽玛泽人向我们介绍 眼前这座雪山就是亚丁三神山之一的鲜南日雪山 我觉得鲜南日雪山真的是非常的高耸 云飘过来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躲到了云层里面 对 因为它害怕比较高 它害怕是六千里山是爱丽嘛 所以它害怕又高 因为它周边的山 它下面的山里害怕大概在四五千米左右 它是反正整个我们导致山 害怕最高的一层雪山 最高的一座雪峰 你看看它的山上的雪是中年继续 一年自己都不会滑的 再接下来你看我们下来 山脚下来都是冰川 然后掉下来大概害怕在四千米左右的时候 我们在周围的植物才能生长得起来 你看吗 因为它害怕四千米以上 根本生长不起植物 周围的这些群山的森林都是原始森林吗 都是原始森林 我们赶上的好天气 虽然风很大 但是阳光夹着了山间的气流 吹在身上暖洋洋的 空气通透 视野开阔 在阳光的映尘下 冰封凸显刚毅的线条 也使透出坚实的激励 我们所在的观景台海拔约三千九百米 周围山风的海拔都在四千至五千米以上 面朝南方 视野中除了央麦涌雪山 还可以看到东边的夏诺多极雪山 它的海拔是五千九百五十八米 峰顶同样是中年积雪四季不化 那么三座雪山 我们现在看到了两座 第三座雪山 央麦涌呢 它在我们进保护区里面的 在核心区里面 在核心区里面 对 我们还要经过这个亚丁村 照您这么说的话 我们就是从亚丁村作为出发点 然后沿着这个河谷 继续往保护区的核心地带进发 那么一路上的景观会有变化吗 有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海拔是 大概在三千九桌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那到亚丁村呢 亚丁村大概在三千八到三千八百五十米左右 往里面走的话 大概就是三千八 到了洛宗城就是四千一百八十米 还是慢慢就高了 四川稻城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青森高原东部边缘 横断山脉腹地 保护区从面积一千四百五十七点五平方公里 最具代表的景观 就是由仙南日 央麦庸 下落多极三座雪山组成的山峰群 这三座雪山南北向分布 成品字型排列 观景台的下方就是亚丁村 进入亚丁三雪山必须要经过这里 亚丁村 它这个亚丁这两个名字是藏语的名字嘛 然后用我们韩语的名字反映过来就是向阳之地 向阳 向着太阳吗 向着太阳 立太阳最近的地方 出于传统习惯 地形和环保等原因 保护区的进山路线和景区的参观路线 也都大致依照藏族居民传统的转山路线建设 通过宽谷 自北向南 我们走进雪山的怀抱 这三座雪山组成的风群 都属于横断山脉沙鲁里山西的南岩部分 三座雪峰北山谷分隔 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在4.4至6.8公里之间 从峰顶到谷底的直线距离仅两公里 在当地藏族居民们的心目中 这个自然保护区被更多地赋予了文化寓意 先来日 央骂勇和向柳多吉三座雪山 微然听力 藏传佛教中称它们为三户竹雪山 分别代表观世音菩萨 文书菩萨 与金刚手菩萨 三座雪山也被统称为 念清贡嘎日松贡布 意思是中年鸡血不化的护法神山 有了这样的文化传统 千百年来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石 鱼都完整保留 我们继续顺着溪流溯源而上 管理部门沿溪水驾及布道 以保护地表不被踩踏 布道两侧山高淋漓 老师 我们现在的海拔是多少呢 大概在四千米左右 四千米 对对 那这个海拔上我们周围的这些植物 都是什么样的物种呢 这你看嘛 我们边上找的这个应该是高山流 这是高山流 对对对对 它跟那个低海拔的柳树是不一样的 嗯 对 你看一下它的叶子 以及它的树的枝 驱干感觉这边的柳树都是往上涨的 对对对对 而低海拔的 低海拔呢 它是往下掉的那种 垂柳 垂柳的那种 柳树树的颜色比较深一点 嗯 有些在浅一点 嗯 浅一点那个呢 应该是冷山 那个红山 嗯 红山树 红山树 对 红山树 对 红山树 颜色深一点的那个呢 就是冷山 冷山 冷山树 我们拍摄的时候 亚丁地区已经如夏 此时水气丰沛 气候温和 这种亚高山 暗真野林 是保护距离面积最广 垂直分布跨度 最大的森林类型 它由云山 冷山 高山松等乔木组成 根据地质研究 冰川溶水曾在此 积水成湖 但是周边山体 不断有风化的碎屑滚落 碎屑五经过水流 不断搬云沉积 堵塞湖泊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高山湿地 抬头仰望 一排风铃 如同一道巨型屏风 耸立在高处 这个地方 就叫神水门 神水门 门在哪呢 对面 岩石上的那个 现在这个 就这道门吗 对 每年的 吉祥的日子 山沟里面 会泥出一种 乳白色的水下来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 老百姓称是神水门 它有个传说 就是会在这个门会打开 然后就是这个名字 就是通往香巴拉玩过的那种姿妹 好美的传说呀 对对对 那刚刚老师我发现 当地人真的对这里的雪山 对这里的山脉 非常的崇敬 非常的爱护 几乎是把每一座山峰都赋予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传说 对对对 这里被当地藏族居民称为神水门 地质学家认为 这是一种寒冬风化金石地貌 在高山或是高纬度地区 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变化时 岩石缝隙中的水分结冰 产生巨大压力 使岩石崩解破碎 而当地人观察到的乳白色圣水 它的成音可能是冰川运动 碾磨银石形成的墳墨 混入了冰川溶水 站在被人们认为是通往香巴拉秘境的入口 嘎玛站长向我们唱起一首 称颂亚丁圣地的歌 我都想跟着您的歌声跳锅庄了 特别好听 特别悠扬 歌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它歌词的意义就是 三座神山的雪峰 也是我心中的菩萨 也是我的古乡 我的家乡 就是这个三座神山周围 也是香巴拉 就是我的家乡人这种意思 所以说这个保护区 这三座神山 在当地人心中 不仅仅是居住的家园 也是心灵的一个家园 走进这片雪山环绕的天地 震撼人心的壮美群峰 与清幽宁静的绿色山谷 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继续向着保护区的核心区前行 我们邀请到中科院成都山地灾海 与环境研究所的谢洪研究员 和他一起了解亚丁的地质地貌 我们沿着冲谷寺后方的山地步道 前往仙乃日雪山脚架 近距离观察 站在这个位置 仰望仙乃日雪山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壮观 壮美 那从您专业的角度看 这座雪山是怎么样的呢 它这是一种由冰川和冰原 这些作用形成的 冰川冰原 对 这个地方曾经在第四季的时候 冰川应该是很发育的 就现在这个冰川后退以后 它在下面这一部分 我们已经把它称为这个冰原地貌了 就是冰川的边缘 经过谢老师的讲解 我们了解到冰川运动 塑造出这里的地貌 仙乃日雪峰的冰川 曾是一座沟谷冰川 它向下延伸 覆盖了整座山谷 随着冰季的结束 经过上万年的演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冰川 规模已经比历史上小了很多 这里的山体都属于同一地质构造 如果范围再扩大一些 仙乃日风 其实也是横断山脉地质构造的缩影 整座横断山脉 就是由于亚乌板块和印度洋板块 挤压而形成的褶皱山 再往前走 一座高山湖泊出现在前方 这座海子叫做卓马拉错 又名珍珠海 它如同一块蓝宝石 镶嵌在仙乃日雪山脚下的密林中 谢老师 这个海子离仙乃日雪山非常地近 也是冰川溶雪形成的 对 冰川运动到这个地方以后 它就发生一个转折 在这下面对这个地形 它有一定的刨石的这种作用 它在往前面运动的过程中 冰川一退缩 这些水集中在这儿 它就一个洼地 正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远处突然传了里阵轰鸣 因为距离很远 如果不是传来冰邦特有的轰鸣 我们单从视觉上 其实很难分辨出是冰块还是溶水 继续前行 我们绕到仙乃日雪山南面 一片宁静的高山湿地 展现在我们眼前 这里是雪山群的中心地带 东面的夏农多吉 西面的仙乃日 南面的央买雍 将身处其间的我们紧紧环抱 谢老师 在这样一片高山地带 怎么会有这种高原牧场呢 这实际上就是冰川作用造成的 冰川作用 这片牧场也跟冰川有关系 也跟冰川有关 冰川的堆积物下来以后 它就铺满这个沟床 以后随着冰川的退缩 它前面可能形成一些冰基验塞壶 后边这个湖泡 逐渐逐渐淤塞了 淤塞以后就形成了沼泽实地 然后慢慢这个草就长起来了 所以它这个比较平均 它下面应该还是都是冰川的堆积物 听到地质学家的介绍 就连生活在雪山脚下的嘎马战场 也不禁感叹这样的巨大变化 一满年间斗转星移 历经无数风伤雨雪 龙脊的山体不断风化 冰川运动不断侵蚀 搬运堆积 到了今天 这些景观展现出的地质现象 依然可以为我们还原出 地质变迁的过程 翻山越岭 寻找高原上的明珠 孩子山地下就是掩饰城 它就是一口大锅 我们现在就在锅里面 偶遇高原上的小心灵汉塔 对 它也是一种 是草的一种动物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之 横断山 地离褶皱深处的景观大道 正在播出 7月 中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盛夏 而在青藏高原东南部 横断山脉东侧 助理的天气却依然如春 远方的家设置组这一站 来到的是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听当地人介绍 这海子山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头 而是由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一片连绵起伏的地带而组成的 那么海子山的得名呢 也正是因为在这深山当中 潜藏着大大小小1145个海子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 虽然现在的海拔已经将近4500米了 但是行走在这成片的花海当中 依然让人感觉心旷神异 那么现在就沿着这一片花海 我们一同走进海子山 其实海子山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石头山 不管是眼前看到的还是远处的 满眼都是石头 如果不是这成片的草垫 还有眼前点缀的这些星星点点的野花的话 会觉得这里非常的蛮荒 好像没有人到这一样 对 海子山它的地质的形成 它不太一样 它我们是这个海子山呢 它是受这个喜马拉雅山美的一个积压 也就是说我们第四季潮山运动 或这个冰川的这个活动 把这个时候呢 直接积压过后呢 形成成了台地 隆起了 把这个海子山台起了 所以说我们就这个海子山呢 看到就这么多的琥珀 就是冰子琥珀 还有包括我们这些的石头 海子山里遍布其间的大小海子 与如同天降满力的石块 可以称得上是一处地质奇观 这些都是第四季冰川的遗迹 第四季冰川 是地球历史上 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 在这短冰期中形成的现代冰川 曾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1% 海子山这一带 是随着喜马拉雅山系 隆起而台胜的高原丘陵 在冰期时 这里形成了一座古冰卯 后来冰卯退缩 就留下这片布满海子 与石块的台地 海子山那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的这个海子 心路起步 分布着这个 一千一别四十五个 他是世界上就比较罕见 但是这五柜他是独秀五二零 所以说他的特点是特性在这儿 站在这个上 他的时候呢 加上我们这些高海 感觉这儿有种很昌亮 就好像只有天地和自己了 对啊 四川海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横跨礼塘县和道成县 保护区的总面积 约为四千五百九十一平方公里 我们拍摄的时候 海子山上的温度 只有十摄氏度左右 但是阳光照射在身上 感觉并不太冷 只是这里风力很强 再加上高原缺氧 我们在海拔四千多米的 海子山保护区里行走 还是比较吃力 走下观景台不久 就进入了保护区的核心区 前方连勉的山脉脚下 有一抹碧蓝 它就是星医错 是海子山里最大的一个孩子 星医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好像一伸手就能够得着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从这边走到那边 还需要多久啊 十多分钟左右吧 十多分钟 休息一下 其实站在这儿呢 我觉得对整个的地形地貌 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整片地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盆地 像一口锅一样 古兵帽指的就是这一片吗 古兵帽 第四季冰川运动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 喜马拉雅山早上运动 形成了一个古兵帽的一个仪迹 冰川仪迹 对 就是通过这个几百万年来的一种演变 现在这个冰川小 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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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说 生物多样性系统 我们脚下的山体都已经被土壤覆盖 在土壤之下就是深厚的岩石层 冰川融化好的堆积物经过上半年的风化 再加上植物腐负质质的堆积 在地表形成了土壤层 为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因为这些灌木丛都密布在整个山坡上 高高低低根本看不清这地面的深浅 有时候这灌木丛就在脚薄处 但有时候就已经没过了膝盖 那这些灌木丛它高度大概是多少 像这些灌虫 它的高度大概是30到50 你看它的品种这个叫小叶杜鹃 小叶杜鹃 我觉得名字特别的形象 看它的叶子就好像是大米粒那么大 是因为这种高海拔的地方 所以它的叶子就是必须要小一些 才利于它的生长是吗 这些灌木丛就是一个什么 日早强 日外先强 降水量少 所以说它也生长得很减性 海滋山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在4000米以上 气候高寒且干燥 之前那段时间因为降水稀少 植物都没有萌发 但是仅仅经过了异常大雨 折服了几个月的植物 都好像被瞬间激活了一样 蓬勃生长 这片高山灌丛 主要由开紫花的小叶杜鹃 与开黄花的金鲁梅等灌木构成 此外还有数十种草本植物和苔藓 它们的种类和数量都很丰富 就在这灌木丛的下面 就躲藏着很多的苔藓植物 而且种类不止两种 三种 它们需要更多的水分 也不喜欢更多的阳光 因此它们就躲藏在灌木丛中 那这些苔藓类的植物 对于水分的保持会有好处吗 苔藓类它是保持这个水分 它是有极大的好处 因为它自身它就需要大量的水分 来养活它自己 要不然它就活不下来 第二个它是扶着在这个地图的表皮 它对于雨水的冲涩和 它在建设水土的一个流失 所以说它在包覆这个水液流失之后 和它水液含液之后 起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高海拔 海子山上日照强 降水少 绝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只有30十度 年降水量600至700毫米 冬季干冷漫长 夏季温凉短暂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植物生长缓慢 再加上土层很薄 所以这里的植被生长的环境 其实十分脆弱 走下山坡 我们就来到了星衣措的边上 此时我们才真切感受到海子的风采 星衣措不再是一抹西蓝 而是变成了眼前这座 壁波浩渺的大湖 虽然是同一个星衣措 但是眼看跟近看 却是不一样的感觉 远看它就像天空一样 碧蓝碧蓝的 那走近一看 也许是现在有了一点小小的风 所以海子变成了碧绿色了 它一天当中的颜色 或者说不同季节的颜色 会有变化吗 这个有一定的变化 这个色彩的变化 它是根据你的天气的情况 天气 空中越暖 它就暖得越熟 天气不太好一点了 暗一点了 太暗一点 所以说这个光线 这也是对它的影响 星衣措藏于一位线湖 它由三个相连的湖组成 面积7.5平方公里 是海子山最大的湖泊 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沙 它就很粗 很粗 它不太像真正海滩上的那些细沙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海子山上的 你看这个沙石 你看得到有很多的 对吧 白色的这个 有黄色的 对 这个就是花岗岩 经过碰撞过后 它就是能磨合 多年的磨合 风化 再加上外头面的风化 就形成了这个沙石 一点气也不寒 对吧 所以它很粗粒 而且很坚硬 其实站在这片沙滩上 就能够体会得到 什么叫做沧海桑田 山上的一颗颗大的巨石 真的不知道经过几百年 几万年 然后经过海水的冲刷 变成了一粒粒小小的细沙 星一所的水深一般在三米左右 最深处有数十米 这是一座冰济湖 冰川时期 古冰体再次侵蚀和堆积 冰川消融后 其中携带河搬运的碎屑 堵塞河道或冰川谷 形成湖盆 积水成湖 在海子山 几乎所有孩子的成因都是如此 他们曾被同一个大冰冒覆盖 后来冰川消融 水就流在了地势地外的地方 形成湖泊 当地人就将这些高山湖泊 统称为海子 真的是亲可见底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水 应该是一级水水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远处看的 稍微有一些黄色的 不是水质浑浊 而是它太清澈了水 它倒映的是这个 沙石的这个颜色 是黄色的 它是腐堤的这个水层 我们所站的沙滩 在风水溪时会被淹没 星移错的水位 以降雨量有涨有落 冬季时也会风冬 海子山是长江上 有一处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和生态屏障 这里的大量水资源 可以为亚龙江 金沙江提供补给 此外 发源自海子山上的河流 也直接为下游河谷地带的 道成县居民提供了主要水源 继续勤行十多公里 我们绕过星移错 进入保护区的石岩区 这里依然是丘陵台地 但是满山的乱石 却不见了踪迹 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翠绿的草山 还有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还在这儿 你看我们看到海子山的原来 一个黑心区的 它的这个滑岗也 然后足不足 它的兔子 它的自卑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你看我们这边就是 全地的土地 就比较肥微一点 而且草 非常盲肃 远处的好像是 是什么小动物呢 那个就是喜马拉雅汉塔 你看 汉塔 对 它就是汉塔 它也是一种 是草的一种动物 所以说它在满群里 它就给我们的牧场 两个是沙拉相互相成的 牧场在那儿 它就跟着在那儿 用牧场的地方 草水草一定是好的 水草也肥美 所以说它也在这个地方 汉塔在青藏高原各地 都比较常见 根据调查统计 海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 共有野生动物296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3种 二级保护动物42种 大型动物有林蛇 马蛇 白纯鹿 黑熊等 虽然大型动物难得一见 但是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些 小型的野生动物 动物给我们的自然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货血的一个 公主的一个环境 我们的老百姓 对他们也比较 很好的一种包袱 站在高处俯瞰道成河谷 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 汇成这清澈的河水 滋润着两岸的家园 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带 横断山脉腹地 亿万年来 地质变迁和冰川运动 造就了海子山 千百年来 人们在海子山的怀抱里 繁衍生息 并且守护着这片山水 身处五彩斑斓的世界 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水声叮咚 波光闪烁 感受雪山脚下的摇齿仙境 黄河第一弯 探访河区马的足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号河山之 横断山 地离褶皱深处的景观大道 正在播出 位于四川省阿拔藏族羌族自治州 九寨沟险张扎镇的九寨沟 已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 在纵深四十公里的神奇沟谷中 分布着一百多个 色彩斑斓的湖泊 组成的高山湖泊群 由于景色秀美 被誉为人间仙境 远方的家系列组 曾在秋季来到九寨沟探访 进入景区 我们仿佛被五颜六字的森林所包围 一座座雪山 趁着一个个流光异彩的海子 红色 黄色 蓝色 绿色 荡漾的水波 清新的空气 让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 都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之中 我在这边就能够感觉到 这个风吹过来 铺在脸上的这个小水珠 九寨归来不看水 水是九寨沟的精灵 湖 泉 瀑 瀑 瀑 连坠在一起 相得以章 有各有特色 藏族人崇拜大海 他们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湖泊 都叫做海字 意思就是大海的孩子 何出错走在九寨沟 心中感受着这里一年四季的美景 初错说 任何季节来到九寨沟 都会给人们带来惊喜 春之花草 夏之流浦 秋之红叶 冬之白雪 山微水 水绕山 树在水边长 水在林中流 在阿坝藏族 江族自治州 与九寨沟一样九寨盛名 还有一处 那就是黄龙风景名胜区 黄龙风景名胜区位于松潘县近来 面积700平方公里 这里以彩池 雪山 峡谷 森林四角著称于世 同时也是中国保护最完好的高原湿地之一 跟随向导江岳斌一同搭乘缆车来到山顶 黄龙第二大盖化彩池 增艳彩池 它是有一个坡度的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它的阳光的折射的不同 然后它的彩池里边的颜色也就不同了 如果是稍微天气再差一点的话 它会呈现的又是另外一种颜色的 江岳斌告诉我们 地表盖化是黄龙景观的最大特色 最文明狭海的便是 长约3.6公里的黄龙沟 最长的盖化滩有1300米 最宽的170米 彩池数量非常多 跟随江岳斌 我们一起沿着行人战道 近距离的欣赏彩池 现在我们到的是黄龙最漂亮的地方 藕彩池 真的好美啊 你看一层一层的像梯田一样的 而且它的颜色也不一样 像靠近我们这边的就是比较清澈的 是透明的颜色 那再往远处呢 蓝色褐色你看 黄色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颜色呢 它就主要是水中的这个就是沉积物 含到这种矿物质的不同 然后在阳光的折射下 它就呈现了不同的色彩了 那这种梯田形状的呢 是人工雕琢的吗 不是不是 水的冲击 然后形成的 水流的冲击 那它的源头是哪里 源头就是对面的雪山了 黄龙井观的形成 与从雪山流出的一股泉水有直接关系 泉水富含碳酸钙类 它顺泊脉流而下 没有固定的河床 吸水在顺泊而下的过程中 碳酸钙物质逐渐沉淀 形成了以乳白色和淡黄色为基调的 钙滑景观 而碳酸钙沉积过程中 又与各种有机物 无机物 结成不同质的钙滑体 再加上光线照顺的种种变化 于是形成了池水同源 而瑟瑟不一的五彩池 像你一年当中多少天是在黄龙 两百多天吧 那一年四季的黄龙是什么样子的 像是春天的黄龙是两种颜色 浅绿色和灰色 然后夏天的颜色是绿色和淡蓝色 这个黄龙五彩池 它是一年四季不会结冰的 这个地方冬天拍照拍出来的黄龙挺漂亮的 五彩池在一年四季中变换着各种色彩 静静欣赏着这些大小不易的池子 缓缓的水流沿着沟谷漫流 菜池参丝错落 波光闪烁 层层跌落 水声叮咚 有的池群 池梗低矮 池岸是白色的 水色又是碧蓝 在阳光照射下 缤纷斑斓 有的池中还生长着松 白等树木 就像水中盆景一般 浅滩上水流涌动 波光淋漓 晶莹透亮 水下铺垫着一层细细的浅黄色苔藓 仿若走进了瑶池仙境一般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的 入尔盖草原 宛如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 瑰礼夺目的绿宝石 素有川西北高原的绿洲之城 远方的加设置组 到访过的入尔盖县 地处阿拔藏族 羌族自治州北部 全县一万零六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有八千一百平方公里是草原 是以畜牧野为主的藏族聚居地 若尔盖草原地势平坦 一万无际 人烟稀少 而九区黄河第一湾 就处在草原的附近地带 河流水是平缓 河面水秒响急 马儿悠闲地喝着水 艾色形的黄河在阳光下波光灵灵 宛如一条银色断带 我们设置组来到入尔盖县之后 听说这里还是中国的三大名马 河驱马的故乡 那我听说这河驱马是非常古老的一种马种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对 河驱马至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分布在川甘青三省交界这一片广阔的区域 那这河驱马都是在哪儿养呢 是家家户户养还是集中养 像我们唐克镇基本上每副家庭都有 都养的有马 我们这儿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就是平时木木家里圈马的那个马厩 这些马都是河驱马 雍仲告诉我们 秦始皇兵马俑中的战马就是河驱马 他与内蒙古三河马 新疆伊犁马 被称为中国三大名马 每两年 入尔盖大草原上都要举办一次河驱马赛马会 雍仲带我们来到的这户牧民家 他家的河驱马连续多年在赛马会上夺冠 如果是从他的体型和样貌来看的话 怎么来判断是好马 就要看他的毛色 这种是还有黑马 这种是河驱马最好的米马 他的眼睛都是成三角形 看上去特别精神 那其他的马的眼睛 雍仲介绍说 河驱马的平均体高在1米4左右 体重约400公斤 瓦头稍显长大 略成兔头型 毛色以黑青色为主 体型匀称 四肢关节 筋箭粗壮 驮运300斤的货物 一天都能走上50公里 它那个体力 它的耐力特别好 所以以前在战争时期 都特别钟爱 坦克或者说我们锁着藏的马 这样以后 有很多都到这个地方 来逃马 逃战马 所以在坦克 我们有以前成立过 白河的军马场 河驱马之所以品种优良 也是有渊源的 在公元四世纪初 注目于河驱地区的西北民族 土与魂人极善养马 他们引进了波斯种马 与土种马杂交改良 后经历朝历代 尤其是唐元时期的军事行动 和民族迁移中 多种两种马进入河驱地区 与当地土种马杂交繁衍 也就渐渐形成了日行千里 矫健异常的河驱马 这是我们河驱马的一批 但是马是我们牧区最好的朋友 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它 然后非常重视 家里有一批好马 这就是一种非常骄傲 觉得这是一种荣耀 一家人的骄傲 对 随着交通的不断改善 牧民们骑马远行的机会 越来越少了 但是他们仍然将河驱马 当成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 看着牧民们骑马 是承载较辽阔的若尔盖大草原 蓝天白云下 河驱马在草原上 展现着曾经的辉煌 侧马扬遍的牧民 奔腾的马群 这幅飞驰的画面 令人过目难忘 车行在若尔盖 听起并好无常 一会儿艳阳高昭 一会儿雾气朦胧 一会儿还下起了雪 白雪覆盖了整个 若尔盖大草原 我们跟随向导 嘎让登上缆车 走进冰川 锁到那个下站 锁到上站 直接的海拔 上升就是1200米 落差有一点 200多米 对对对 那最顶端的海拔是多少米 4860米 我们乘坐着全球 第一高海拔的光级买车 直入海拔四间 满满都是你的冰川 你看 四周转一圈 目之所及的地方 都是白茫茫一大片 真的好美 眼前的冰雪世界让人惊喜 古老的冰川 古老的冰川就在脚下 怪不得人们称打鼓冰川为 最近的遥远 打鼓冰川是全球 每都市最近的现代山地冰川 距离成都只有200多公里 赶让告诉我们 因为现在是冬季 所以厚厚的白雪遮住了冰川的模样 现在景区里一共有现代冰川13条 它们首尾相接 最大的冰川长1600米 面积有1.1平方公里 这里四季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春观山花下上冰 秋品红叶冬浮雪 在这里真的能触摸到 洁净纯美的大自然 赶上大哥 你看我们周围一片白雪挨挨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 我就觉得太美了 我都不想走了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雪山是非常盛洁的 很多歌曲 包括我们一些祭祀活动里边 都是对八雪山是奉为神仙一样的在对待 手中触摸着矮矮白雪 聆听着大自然的声音 简单的曲调中 有它们对冰川雪山的向往与敬仰 还包含着深深的情意和爱 在大鼓冰川下听着悠扬的歌声 我觉得此时此刻任何赞美的语言 都显得非常的苍白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 静静地用眼睛欣赏着 北纬30度线上的美丽奇观 用心去感受这份圣洁跟雪白所带来的感动 也许当你真正地走近它 触摸到它的时候 你才能够懂得它有多美 有多重要 才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地去珍惜它 去爱它 群山密布江河纵横 这便是横断山脉最显著的特点 这里有如珍宝一般的秀丽景色 更有善良热情的人们 正是有了它们 让我们远方的家的旅途上 有了更多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